公司在中部某新一线城市开辟新业务 我作为技术骨干前来打头阵 到一个新城市生活 我打算先租房过渡几个月 等工作稳定下来再考虑买房 我的搭档老莫晚一个星期过来 老莫要跟我合租 所以我得找一个两居室的房子 租房要考虑多个因素 通勤时间环境是否安静 吃饭是否方便等等 中介带我看了很多家 从早上看到中午都觉得差点意思 中介小哥接了个电话 转头对我说 我同事刚收到一个两室的房源 房主正好在家 虽然肚子已经饿了 但房子还没租到 心里不踏实 那就去看呗 房间很好 地理位置极佳 房间的装修也是慵懒舒适的风格 符合我的口味 简直梦中情房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 我问中介 我要租两室的房子 这里房主自己住了一个房间 只有一个房间怎么租 中介小哥也是一头雾水 转头看向房主 房主是个年轻大方的知性美女 向我们解释说 我马上要去外地工作了 你们看看 要是现在能定下来 最晚明天我就能搬出去 对于这种需要马上做决定的事情 我通常的对策是慢慢看 因为对方口头的急不一定 是真的急 也可能是个圈套 我承认房主很漂亮 声音也好听 干净 清澈 也许还能干 毕竟年纪轻轻 就在大城市拥有了自己的房子 但是多年的社会阅历 使我不轻易相信别人 对了 房主一拍小手 好像刚想起来什么 说 冰箱里还有很多食物 我一个人肯定吃不完 不吃完就浪费了 你们中午留下来吃饭吧 我下厨 一边说 一边往外捣过食物 玉米 番茄 鸡蛋 随随便便邀请陌生人在家吃饭 这样好吗 这么有生活气息的姑娘 又如此单纯 应该不会是个骗子吧 于是趁吃饭前签了合同 出租人 于小静 成租人 白石宇 签完合同的第二天 我就后悔了 因为 于小静她根本没搬走 房间里面 连收拾的痕迹都没有 当我拉着行李箱 背着大包小包 手忙脚乱打开房门的时候 于小静正端着水杯 站在客厅 我们大眼瞪小眼 对视了几秒钟 于小静转身跑向主卧 砰的一声 关上了卧室门 我被骗了 她躲着我 一定是心里有鬼 我顾不上整理房间 先找她问清楚 我砰砰砰地敲卧室门 于小静 你出来 干嘛 你为什么还没搬走 再给我宽限几天吗 我现在没地方去 再过两天我室友过来 你不搬走 她就没地方住了 你房间是一米八的大床 你们挤一挤吗 哎我叹了口气 女人都这样不讲道理吗 你出来 咱们好好说 你为什么说话不算话 门开了 于小静露出半张脸 眼神充满焦虑 楚楚可怜 我的工作出问题了 还在家里住几天 行吗 女人便脸比换衣服还快 常常让人措手不及 这就是我不愿意 跟女人住一起的原因 之一 但是我又受不了 女人在我面前卖可怜 一看到她们可怜兮兮的样子 我就心软 一心软就让步 什么时候搬走 再给我两天时间 那我们约法三章 你要遵守 我一定遵守 于小静举起右手答道 第一 我在家的时候 你不能出主卧 OK 第二 你的内衣只能晾在主卧卫生间 不能出现在阳台 没问题 第三 我暂时还没想好 想好了再告诉你 我答应 于小静举双手回答 在我看来 于小静回答得很草率 这么短的时间 根本来不及在大脑里 评估一下可行性 后面变卦的风险很大 不过人家态度摆在这 我找不到在翻脸的理由 只能将就着吧 给她两天时间看看 我讨厌跟异性猪一起 因为会让我想起 从小被我解支配的恐惧 不准打赤膊 不能只穿短裤 胡子露茶就要刮 在自己家里都不能放松 何况 我现在还要上班 工作还忙 下班回家 都晚上十点了 如果我是一个人住 可以冲完澡后 穿个大裤衩 在沙发上搁优躺 切一地刷一会儿手机 再回房间睡觉 但是现在我不敢啊 谁知道主卧里的妹子 什么时候会冲出来 每天晚上洗完澡 还得穿得严严实实 才出卫生间 刚冲完凉 又捂一身汗 我的判断一向挺准 这一次也一样 与小静 她又失言了 不但住了两天还没走 而且越发肆无忌惮地 在客厅 厨房穿梭 完全不把 我这个正当壮年的雄性 放在眼里 很奇怪 她去厨房什么都没干 好像刻意在房间走来走去 经过我的时候 还拿眼睛瞟我 难道她被我的雄性 合而猛吸引 想捕猎我 但是又不像要勾引我的样子 毕竟穿得那么保守 大热天在房间 还穿长牛仔裤 在不明确 对方目的的情况下 我的对策 是以不变应万变 洗完澡就回房间 不给她注视我的机会 我听见 与小静的拖鞋 在外面啪哒啪哒地 拍着地板 一直啪哒到 我的房间门口 我假装不知道 关灯睡觉 你要睡了吗 与小静在门外说 我的内心有两个小人 在打架 感性小人说她想和你好 快开门请她进来 理性小人说 红颜祸水 美色雾人 清闲尘 远美人 嗯 那你睡吧 与小静啪哒啪哒走了 我长嘘一口气 也许是逃过一难 也许是错过一段缘分 孤男寡女同处一世 本来有很多可能性 孤僻的理工男 往往将机会拒之门外 对了 你能给我多预付一点租金吗 没想到 与小静又杀了的回马枪 将我的幻想击破 不能 帮帮忙骂她又撒娇了 我理解年轻人 开口要钱的痛苦 也明白了 与小静在房间 走来走去的纠结 与小静可怜巴巴的看着我 我现在真的急需用钱 我选择宽敞的客厅 作为交谈场所 避免在狭小的次卧里 暧昧氛围影响我的判断 与小静坐在凳子上 双腿并拢 手放在大腿上 乖巧的像个犯了错的小孩 说吧 哪里需要用钱 我双手抱胸 大啦啦的坐在沙发上 感觉自己像一个训小孩的家长 我的生意 遇到困难了 需要补一点点资金 你之前说的是 要去外地工作 怎么变成做生意了 为什么不找家里要钱 他们不赞成我做生意 我也不赞成 房租继续按合同支付 我去睡了 晚安 你 与小静气急败坏 站起来跺脚 我才躺下 与小静又在外面敲门 大白 你吃雪糕吗 我今天买了好几种口味哦 吃 但是我不会预付房租 你吃屁 哼 以后我的冰箱不允许你用 老末的飞机晚上八点多到 我特意下来个早班去接机 几天不见 如隔三秋 老末开心地冲我打招呼 老大 我和老末并不是严格的上下级关系 他比我晚两年入职 我一直带着他做项目 所以他尊称我老大 而他长得显老 所以我叫他老末 我见他只背着个包就要跟我走 便问他 你行李呢 老末指着背包 在这儿啊 你搬家就一个背包的行李 老末苦笑着说 总部那边出了点状况 我这次出差 只是来看看你 过两天就要回去 以后这边全靠老大你支撑了 我无语 这么大的事 也不提前跟我说 老板怕你生气 所以不敢跟你说 要我过来先跟你打招呼 顺便安抚一下你的情绪 老末说着 拍了拍自己的口袋 我是带着资金来的 我算是明白了 公司看我一个人 在这边还能撑得住 所以 暂时不会派人过来支持我 但又怕影响我的工作积极性 便叫老末过来 找我搞小团建 有钱不花王八蛋 何况花的还是公司的钱 晚上过了十二点 我跟老末才醉醺醺的回住处 有太多话想跟他聊了 索性不让他住酒店 一米八的床 两个人挤一挤也能睡 于小静穿一身白色睡裙 站在客厅看着我俩进门 然后一言不发地回主卧 我已经料到这个情景 所以不觉得奇怪 倒是老末 吓得眼睛都直了 说话结结巴巴 老大 你刚才有没有看到什么 没看到什么特别的呀 你没看到一个人影 刚刚站在那里 突然不见了 你喝醉了眼花 哪有人影 不会是鬼影吧 我打去说 鬼影 男鬼还是女鬼 如果是女鬼 我就不怕了 老末平时胆子不大 今天酒壮耸人胆 发起了酒疯 突然一个大胯步 跳到客厅 大喝一声 来 女鬼出来 看老夫与你大战三百回合 万万没想到 老末 虽然这种下流话都说得出来 丢人啊 我赶紧捂住他的嘴 将他拖回房间 误会误会误会 没有女鬼 只有女人 女人是我房东 老末睁大清澈又愚蠢的眼睛 你不是说 一个人租的吗 哦 房东啊 女房东 我能想象到 在这一句话的时间里 老末的脑子里 转了多少个弯 这也怪我 刚才为了开老末玩笑 吓唬他说 有鬼 现在 我要费更多口舌 才能将事情的来龙去脉 讲清楚 老末听我讲完租房经历 与于小静三番两次的变卦 不搬出去 最后总结陈词 所以 你和女房东同居了 这句话 从字面意义上来讲 没毛病 老末在我这住了两天 也闹腾了两天 除了第一天 于小静在客厅 跟我们打了个照面 后来他一直没出现 但是 我知道他还在 因为阳台上 还挂着他的衣服 客厅垃圾桶 每天都有新增的雪糕包装 他躲着不出来 可能是讨厌锅躁的老末 也可能是因为我们下班太晚 他已经睡了 这样很好 正是我想要的结果 我希望于小静感到难堪 然后他自己主动搬出去 如果因为误会造成了不愉快 大不了以后再向他道歉 我很迫切地想要一个人住 这间大房子 如果老末不在这的话 可惜老末今天就回去了 我又是一个人下班 麻利的洗完澡 静悄悄地回到房间 在心里祈祷 今天平安度过吧 于小静你不要来找我 可是越怕什么越来什么 于小静像个幽灵一样 突然在我门口 问声问气地说 你那个活泼的小伙伴呢 今天怎么没回来 他回去了 早上出门前 想跟你打个招呼的 那时候你还没起床 又怕打扰你睡觉 那你刚才回来 为什么不跟我打招呼 两天没跟他说话 于小静变得奇怪了 我以前回来 也没主动打过招呼 难道因为前天老末的失礼 现在怪觉到我头上 我回到家 没有看到你 主卧的门是关着的 我以为你睡了 我耐心地一句一句解释着 你以后回来 都要跟我打招呼 于小静还在不依不饶 合同里也没有这一条啊 算了 好难不跟女斗气 好 我答应你 不行 你今天要补一个招呼 于小静的声音有点嘶哑 我感觉不太对劲 赶紧打开门 于小静站在门外 泪流满面 你怎么了 我有点慌 下意识地想用手给他擦眼泪 手挨到脸上了 又觉得不妥 回屋拿了纸巾 于小静越来越伤心 哇的一声哭出来 可怜的小姑娘 怕不是做生意赔光了 想喝酒买醉 我陪你喝点 你这么大的孩子 怎么还哭上了 在冰箱里找到一瓶白酒 56度的红心二锅头 已经开封了 我打心底佩服于小静的勇气 这种酒我都不敢喝 他是怎么敢挑战的 我又拿出三天前喝剩的半瓶雪碧 得亏了于小静前几天说的 不让我碰冰箱 要不然 这半瓶雪碧也剩不下 我不喜欢白酒的冲劲 对一点雪碧口感会更好 更容易入喉 我找了两个玻璃杯 到四分之一的二锅头 四分之三的雪碧 第一杯给于小静 这是我调的没烦恼 你尝尝 喝了就没烦恼了 真的吗 于小静接过酒杯 一边抽气 一边一仰头 将整杯酒干了 如此生猛 我拦都拦不住 你慢点 喝得快醉得快 于小静哀怨地看着我 如果喝快点更容易醉 你赶紧再给我一杯 说完又抢走我那一杯 看着阵势 又要一口闷 我抢过杯子 不让他继续喝 抓住他的手 紧紧按在桌子上 不就是生意亏了吗 大不了从头再来 你酒喝多了 万一把脑子烧坏 可就很难翻盘了 没机会翻盘了 我被人骗了 骗光光 于小静将脸埋在壁弯里 我好傻 你不傻呀 至少你能骗到我 你骗我住两天就走 这都多少天了还没走 当然这句话 我只敢在心里说 我又没骗你什么 但是别人 把我的钱骗光了 我还那么信任他 以为他可以托付终身 于小静抬起头 用手抹了一把眼泪 真傻 我最讨厌感情骗子了 你把他手机号给我 我帮你骂他 说着 我一拍桌子 于小静面无表情 看着坐坐的我 我心里有点虚 演戏演过头了 你以为他还会待在那里 让你找到吗 我这些年的积蓄和感情 哼 嗨 往好处想 也许他只是出车祸呢 于小静白了我一眼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是啊 也就剩下和你说话的这位了 你真是个好人吗 于小静最眼朦胧地望着我 眼神发虚 那你帮我买上 我拿过他喝完的杯子 这次指到了八分之一的二锅头 八分之七的雪碧 一转头 看到他把我刚才那杯 还没喝的酒干了 喝完就趴在桌子上 嘿 醒醒我摇了摇他的肩膀 他一动不动 完了 这就喝醉了 我愁啊 将刚调制的煤烦脑灌到嘴里 我也有烦脑需要减 看着眼前这一摊最美人 软啪啪的 像一坨精致的烂泥 我不忍心把他在这儿放一晚上 虽然说在自己家里 没有安全隐患 但是万一半夜翻身摔倒 后果我承担不起 考虑再三 我决定将他送回他自己房间 我右手从他腋下伸过去 左手托起他的双脚 用公主抱把于小静 从座位上抱起来 看着挺高一姑娘 长得瘦 感觉还不到一百斤 轻轻松松抱到主卧门口 一门怎么锁上了 钥匙呢 于小静穿的裙子 也没看到能装钥匙的口袋 在沙发与刺卧之间反复衡量后 我将于小静放到刺卧 也就是我的床上 于小静睡着我的床 盖我的被子 整我的枕头 而我 今晚就只能睡沙发了 还好于小静家的皮沙发软软的 真舒服 早上起来 房间里静悄悄的 于小静还在睡 我不忍心打扰他 洗漱完就去上班了 工作的时候 总是忍不住想于小静的事 女孩子私事 人家不说 咱男的也不好问 从他自己说的 直言片语猜测 应该是和男朋友 合伙做生意 结果男朋友卷钱跑了 甚至跑路前 还要他投更多钱 所以他才找我预付房租 幸亏我没帮他 要不然亏更多 临近下班 收到于小静给我发的消息 他说 今天早点下班回来吃饭 快下班的时候告诉我 于小静从来没给我发过消息 今天是第一次 看起来还要亲自下厨 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不至于在我预付房租吧 下班回家 餐桌上已经摆好了两菜一汤 简单的几个家常菜 让我这个常年漂泊在外的单身汉 感受到了一丝家的温暖 于小静从厨房出来 端着两碗盛好的饭 招呼说 别发呆了 坐下吃饭 今天是什么日子 咱们租房签约一周纪念日 算下来 刚好住进来一周 你想得美 是不是还想要两周纪念日 三周纪念日 如果纪念日你都请吃饭 我不介意把评次提高到每日纪念日 如果你给我开高薪水 我不介意每天都做饭 那我用房租底饭钱吧 饭菜正合我口味 我吃了一碗饭 又添一碗 房租是房租 饭钱是饭钱 两码是 突然想到 我付了两个房间的房租给于小静 然后他自己住了一间 相当于我租房给他住 他还是房东 你说气不气人 我吃完了 你洗碗 于小静已经放下了筷子 我在厨房洗碗 于小静在我身边 磨磨蹭蹭的擦灶台 怎么感觉 有点小两口过日子的味道 明明才认识他一个星期 哎我想问你一个事 于小静用手肘碰了碰我的胳膊 不预付房租 你请我吃饭了也不行 不是钱的是你 是不是同性恋啊 当然不是 气得手里的碗差点掉到地上 我一个大直男 居然被一个女人认为是同性恋 他是想激怒我 他成功了 我盯着他 从胸腔里发出雄魂的男中医 你看我像娘娘腔吗 于小静比我矮半的头 在我的气势压迫下 像只可怜的小鸟 软软诺诺的说 哦我知道你不是了 可是前几天有个男生跟你睡一个房间 我以为他是同性恋 你还好意思说 还不是因为你霸占了原本属于他的房间 哦于小静脸红了 昨天晚上我喝醉了 你没有对我动一点心思吗 你喝醉了和我动心思有什么关系 拜托 一个漂亮的女孩子醉倒在你面前 你没有一点想法 难道是我还不够漂亮 于小静声音大起来 双手插腰 努力往上挺胸 好像要为自己被忽略的经历找回场子 你当然很漂亮 我常叹一声 有没有一种可能 在这个肮脏的世界 还有一个干净纯粹的我呢 于小静脸更红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 总之 你是个好人 灶台也不擦了 妈不一扔就要跑 我居然收了一张好人卡 往往收到好人卡都意味着被拒绝 但我肯定不是那种情况 哎我叫住他 我也有个问题 主卧的门你今天怎么开的 要是掉在门边的地上啊 你一低头就能看见的 哦我昨天一低头 只看到你的 我今天心神不宁 无法安心工作 因为 我姐要来了 我姐 白心雨 比我大三岁 从小就压我一头 把我欺负惨了 我工作以后 才从她的魔爪下逃出来 她来这个城市旅游 知道我整租了一套房子 说什么 都要过来欺负我 和我一起住 可是屋里还有一个 赖着不走的女房东呢 被她看见 又要说我拈花惹草 惆怅 我宁愿在公司多加会儿吧 可是还不到晚上十点 姐就打电话来催了 你怎么还不下班 快滚回来 这么加班不要命了 我就是因为惜命 今天才愿意加班呢 回到家门口 掏出钥匙 迟迟不敢开门 猜测我姐会先拧我左耳 还是右耳 心理建设还没完成 门自己开了 于小静站在里面 果然是你啊 在外面傻站着干嘛 快进来 我姐在客厅站着 说 刚刚小静说你回来了 我说没听到声音啊 结果你真的回来了 你们两小只 还真心有灵犀 诡异 很祥和的氛围 我以为我姐会 扯着我的耳朵说 你怎么才回来 故意躲着你清洁是吗 是于小静短时间内 改造了我姐 还是我姐自上次分别后 完成了自我进化 就不得而知了 什么两小只 我们只是 我话还没说完 于小静一杯水 已经滴到我嘴边了 喝点水 于小静语气平静 眼神却暗藏刀锋 马上又接上我的话 我们只是朋友关系 我姐笑着点点头 一副不用多说 我都懂的表情 她一个陈年单身女懂个屁 其实我想说 我们只是租客与房东关系 于小静中途插一嘴 虽然说的也没错 但是感觉 她想刻意营造一种 欲说还修的氛围 我姐看了一下表 时间不早 我得回酒店了 明早还要拜访客户 以后有空再来看你们啊 你不是说来旅游 我姐捶了我一拳 我倒希望有时间旅游 我走了 把我叫回来 又不让我说一句完整的话 连续两次说话 都被女人打断 恼火 姐走到门边 又回身摆了一个笑脸 右手比个六放在脸上 对于小静说 小静 常联系啊 下次有空找你玩 于小静挨着我站着 脸上也笑出了一朵花 心于姐慢走 我会想你的 等到我姐进了电梯 我问于小静 你们俩怎么回事 于小静一脸无辜 什么怎么回事 我跟心于姐一见如故啊 你跟她说 咱们俩什么了 还能说什么了 咱俩只是住在一起的朋友啊 话说 我刚刚 听到你的呼吸声变粗重了 我有吗 我哪有 不可能承认的 那 你再听听 于小静又挨近我 比刚才送我姐的时候 还要紧密 我感觉到 软软的身体 被我的胳膊肌肉挤压变形 被包裹的触感 刺激着我的神经 想不到我在单身结婚了25年 竟然被一个小姑娘轻松拿捏 于小静装作没事发声 哼着哥一蹦一跳回房间 洗完澡 我跟往常一样 穿着背心搭配沙滩裤 从卫生间走出来 迎头碰上于小静 于小静双手抱胸 靠在墙上 像挑衣服一样 上下打量我 恩没想到你的肌肉还挺结实 我握拳曲臂 拍着自己的二拖机说 那可不 当年校篮球队的种子选手 你摸摸这肌肉硬不硬 于小静在我胳膊上摸了一把 泽泽说道 硬 真硬 不愧是钢铁直男 钢铁直男可以用来自嘲 但是从女孩子嘴里说出来 我不太喜欢 我把她的手打开 你说我钢铁直男 不给你摸了 钢铁直男是新于姐说的 她还说 于小静扑斥一声笑出来 还说啥了 我感觉不太妙 她还说 别看你现在这么刚 小时候可娘了 没有的是 你听她胡说 我打断她 我姐真过分 损我不遗余力 好 不说了 于小静收起笑容 那我们聊聊别的 要不要去沙发上坐会儿 这么晚 该睡觉了 去嘛 于小静不由得我推辞 硬拉着我坐到沙发上 你在笑篮球队的时候 交往不不少女朋友吧 打篮球跟女朋友有什么关系 拒绝反问 直接回答我 于小静的口气不容反驳 没有 我想 我姐应该也跟你说了 嗯 新于姐说你不喜欢跟女孩子玩 我那时被她吓的 以为所有的女孩子 都跟她一样 那我再问一个 你对同性友情怎么看 于小静一边说 一边在手机上指指点点 你还怀疑我的兴趣向呢 这小姑娘 如果不受法律约束 我想当场正式给她看 不是呢 我在写小说 想找一些素材 于小静的头摇的 跟波浪鼓一样 你还写小说呢 给我看看 写了什么呀 才不给没工作了 不找点活干吃什么呀 于小静把拿手机的 手伸得远远的 可是她忘了 我的胳膊比她的长衣大截 我一伸手 就拿到了手机 阿于小静尖叫着缩回手 把手机抱在怀里 身体在沙发上缩成一团 我的手还抓着她的手机呢 就这样 也被她抱到了怀里 被一片温暖柔软的海洋包围 于小静吓得呆住了 一动也不敢动 我松开手机 刚想把手抽出来 于小静突然发出一声轻横 僵持了几秒钟 我听到了粗重的呼吸 有我的 也有她的 小静 嗯 事已至此 我不再多想 索性张开怀抱 将整个她都抱在怀里 我们不可以 于小静喃喃道 我亲起来了 因为身体不是借口 我申请休了一天假 于小静一大早就来我房间取笑我 原来你真的不是同性恋爱 原来你真的是钢铁直男 还剑细细的弯腰凑到我的脸上悄悄说 忍得很难受吗 我也咬着她的耳朵 说 雪糕好吃吗 我看你这两天可没少吃哦 于小静刷的一下跳开 捏紧拳套 紧张地看着我 我掀开被子 露出一米八的大床 拍着被单说 我们约法三张的第三张 以后你只能睡这张床